有别于一般社区里内的动态课程 台席里的长辈们正在专心书写毛笔字 五年多的练习 现在家里的过年春联都可以自己书写 那当然 有时候也会送给好朋友 或者自己家人 老师写给我们 写好 我就跟着写 老师说我可以啦 我自己写就好 我说你要写给我看啊 怎么写 我就照他这样写 两三年都自己写 80多岁的学员姚文青是书法班最年长的成员 他只有念过小学 遇到不会念的字或是不会写的 就先从临摹开始 各种疑难杂症不懂的就请老师协助 进步很多 不会的 我都问老师这个字是什么 那个字是什么 草诗啦 草诗 草诗也不会 有的这个 有的我也不会 我只有读六年级嘛 有进步 字也有认识比较多了 因为不会的就问老师 老师就教我们 这些学员他们是可能过去没有上过学校 没有读过书 所以对于字这个字怎么读他们都会有问题 开始的时候所以彼此之间互相的沟通上就还要慢慢的有时候把字也要怎么样教他说这个是认这个字 你写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动作可能没有那么像我一般常常书写的人那样灵活 我说你的笔画写的并不是很好但是你把字的结构写得好的时候让人看了以后会感觉很舒服 一堂课两个小时老师为了不让学员觉得枯燥乏味在每一堂课的最后留10到2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诗词解说 透过有潜入生的方式和大家一起领约诗诗诗的构成是因为有一个图像 所以你诗诗写出来以后那等于是一个图像一样 这个图像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作者他的出身或者是他的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写在里面 他的里面有时候会把典故都引进来 所以等于是诗词解说里面等于在讲一篇故事一样 让学员会增加他们的兴趣 很多人都会听完诗诗解说才会心满意足离开 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诗一个词它有代表一个故事 那老师也很用心去备课 因为他要今天要讲解这样的一个诗词 势必一定要把这个诗词内容跟把它故事化 那就要去网络上或是去读研读这样的一个诗词的结构跟它的缘由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就受益良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 作伦处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议连持道德这样的一个基础 书法班每两个星期就要交一次作业 并且也会个别讲评 学员透过相互之间的切磋 就像班长严竹兰说的 只有一个不变的法则 练习再练习就会写得很好 谢谢老师 谢谢李党 互联行大义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